作词 作词 referred to as the Master Asixo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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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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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Kubel 词位同修 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会篇节要第十一条 莫总结于与世行三端 为奉行积累之格律 拮据利益免行 免之一致 为改过千善之要诀 丁领之一身怯之矣 那么这一条是讲感应篇到末后 末后就是以世行 就是每一天以善事善行善 每一天我们这个讲的话 不妄语不两识不奇语不恶口 那么这个是以善 这个以善是指词 指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讲骗人的话 也不要去两识 挑拨离间 也不要口出恶言 恶口 也不要讲一些发言巧语的 那些没有意义的话 就指词 那么这个叫指善 就是禁止我们去造了这个口的恶业 另外就是作善 作善就是你讲对人有利益的话 帮助人的话 这些善言善语 劝导人 这个改过向善 那么这些属于作善 这个在记立讲 指词跟作词 两方面 那么每一天我们读感应篇 读一遍 那这个起码是以善 这个感应篇 这个内容 欠人 这个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那这个以善 那么我们念佛 口中念佛 那么这是善中之善 至善 所以你每一天 就是 这个以善 讲话 是善 试善 就是我们看的 看好的 特别现在这个 电脑手机网络 不要去看一些 不好的节目 不要去看一些 没有意义的 那么像这个 打电动玩具 打打杀杀了 杀到云旺 那这些节目 不要去看 那么这个是 试善 这个去看 包括 你看一些 报章杂志 等等的 就是不要去看 那个没有意义的 书籍 那么这个也是 试的一个 慈善 就禁止 不要看那些 但是好的 我们可以看 这个讲经 像现在这个动画 德意故事 那么这些 历史故事 提倡 忠孝节义 因果报应的 那么这些节目 这些 联系记 这个 可以看 那么这个就是 做善 不要看不好的 看好的 这个就是 试善 行善 就是 身体的行为 这个 依照这个礼 我们依照这个 常理 极要 这样来做 依照地止规 这个 来做 那么 就合乎 这个善 那么每一天 你都是这样修 一律有三善 那你这样 连续修个三年 必定有感应 就是 这个三年 必定得到福报 那反过来 这个 以恶 是恶 行恶 那也是三年 必定有灾祸 所以这个祸跟福 完全在我们自己 去 行善 还是行恶 自己去照感的 这个就跟别人没有关系了 佛菩萨圣贤 就是把这个 善恶 的道理 给我们说明 让我们认识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所以 避免造恶 那么 努力 行善 这样啊 三年啊 就必定得福 那么这个 节祭啊 利以免制 福不免而行之 就是 为什么不免利来 这个 断乐修缮呢 这个免有一个 带有勉强的意思 免就是说 你刚开始要修 很不习惯 很不自然 但是呢 也是要免为其难 去这样做 这样啊 我们才能远离灾祸 得到福报 如果不免而行之呢 那 就是继续造恶业 那后面肯定 果报就不好了 所以免啊 他有欠免 有免利 就是 了完事情讲的 使则勉强 忠则泰然 刚开始在修啊 这个很勉强啊 很不习惯 就像我们老上说 这个张家大师啊 教他修布施 他说没钱 一块钱有没有 一毛钱有没有 他说你就 有一块布施一块啊 一毛布施一毛啊 但是呢 回去就真的开始啊 免为其难的 去修 刚开始在修啊 好像割肉一样啊 但是呢 免为其难的 就这样修 修了半年后呢 那就很自然啊 所以 死则勉强啊 忠则泰然啊 就是刚开始很勉强 但是呢 等到啊 你这个 一段时间之后啊 他就很自然了 泰然就是很自然了 刚才修布施啊 好像割肉啊 后来呢 就很轻松了 很自然了 一点都不勉强了 所以我们断恶修散 就是这个原则 总是要勉力而行 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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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